服供神会永远持有勇气 做什么神想你做 你知道吗? 你会永远知道什么神可以做 在你的生活、通过你的生活 直到你的信心 各位请读得胜的信心带来得胜的生活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 我发现我们很多人过着失败的生活 你们认识神 但没有喜乐 没有平安 你的生活就像在沙漠中一样 对吗? 你照着常规 出于职责来到教会 你祷告 却没有与神有真实的链接 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给你们一个好消息 得胜的信心 我会根据哪河的故事 教导你们 如何有真正的信心 其结果是带来得胜的生活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当你想到信心这个词的时候 你脑海中出现了什么? 什么是符合圣经的信心呢? 你预备好了吗? 符合圣经的信心是相信神本身 相信神的应许 将你的信心 将你的信心至于耶稣的身份之上 他的应许是基于他的属性 信心总是要有对象 如果对象是不可靠的 那你的信心就是无用的 你的信心无论有多大都没有用 想一想 无论你的信心有多大 如果你信心的对象完全不可靠 那他一点用都没有 这就像一个女人 有很大的信心 她嫁给了一个男人 但这个男人完全不可靠 他的信心会被粉碎 因为他信心的对象 是完全不可靠的 我告诉你们 你的信心的大小不重要 只要信心的对象 是宇宙中最可靠的神 神是伟大的 是信实的 是有能力的 你可以相信他 这就是哪和的故事 我们预备好了吗 好的 我要给你们分享 哪和得胜的信心的四个方面 一 他的信心是以真理为中心 二 他的信心是勇敢的 因为他的信心是真的 以真理为中心 这就给了他勇气 这就是真信心的证据 三 他的信心使他关心他人 最后他的信心是持续的 当我说持续的指的是持久的 他传递给下一代 因为他是真的 是真实的 对吗 我们来开始吧 圣经告诉我们 嫩的儿子 约书亚 从石亭 暗暗打发两个暗子 去窥探 耶利哥 分布说你们去窥探那地 和耶利哥 现在你们要知道 耶利哥是他们将遇到的第一座城市 所以他们派了两个探子 明白吗 派遣探子并不是不幸的象征 有信心的人也要尽自己的本分 耶稣是尽他的本分来保证万无一失 不只是要找到攻击尝试的方法 如果你问我的话 从人来说 这就是目的 从石亭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 窥探那地和耶利哥 但在神的眼中 我能告诉你们真正的目的吗 神差派我们做他的探子 不只是窥探耶利哥 而是要拯救拿河 那两个人被神拆拍到那里 你可能说 那是巧合 他们遇到了一个女生 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呢 一说两人去了 来到一个妓女家里 妓女这个词有双重含义 旅馆老板和妓女 新约圣经解释得非常清楚 她是个妓女 不是旅馆老板 如果你看西方的电影 你会看到那些女孩在旅馆 在宾馆里有各种的性交易 有各种各样的性交易 就是那一类的景象 但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喇和 她们住在那里 想一下喇和这个妓女 为什么这个故事被记录在圣经中呢 是为了让你知道 让我知道神要使用什么呢 使用每个 使用每个人普通的人 甚至是不如普通人的人 这都无关紧要 我告诉你们的过去是怎样的 很多时候 当我为人祷告的时候 当我听到他们的故事 我就哭泣 因为真的太可怕了 我意识到今天有很多人在受苦 破裂的婚姻破碎的家庭经济的问题 我很担心他们 我唯一的安慰 包括我不受不遭受沮丧的就是 相信神是真实的 我为他们祷告 将他们的问题交托给神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人可能 从外表看是喜乐的 但我知道在你内心深处却有掌扎 我有好消息 要给你们 好消息就是 你永远不必成为像喇合这样的妻女 你不会永远都过着可悲的生活 这是好消息吗?好的 第一,你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真理之上 喇合是个外邦人 他的背景是加拿人 而且他是个骗子 您知道他的过去吗? 我会告诉你们 他是一个撒谎的专家 他是个外邦人 请继续往下读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 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 那来到你这里 进了你家的人要叫出来 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 很明显王知道陌生人到这地首先居住的地方 也许他们是来买春的或是其他的墓地 请看下一节 女人这个喇合将二人隐藏起来 我想你们要问 为什么他要把他们藏起来呢? 他是怎么想的呢? 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 他们是哪里来的? 我却不知道 天黑了 要关城门的时候 他们出去了 往哪里去? 我却不知道 你们快快地追赶 就必追上 他是不是个骗子的高手? 是不是? 请读下一节 先生女人领二人上的房顶 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结当中 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 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 床门就关了 在这件事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来看圣经 继续往下读 二人还没有躺握 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 对他所说的话 我知道耶和华 这个耶和华是用大写的字母 LORD 全部用大写字母 明白吗? 雅威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 心都消化了 他对神还知道什么呢? 请读下一节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 大写字母的LORD 万君之耶和华 怎样在你们面前 是红海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 对待约旦河东的 两个亚牟利王西红和鄂 将他们进行毁灭 进行毁灭 女士们、先生们 换句话说 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 你就开始看到神是怎样做工的 在埃及的神迹 使红海分开 让百姓走过 很明显 全地的人都知道了 这是个历史事件 这不只是记载在圣经中 事实上 你可以听见见证 你可以在头脑中读圣经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你的心 只有神的恩典能够在你心中发挥果效 我有很多朋友 很多人每个周日都来到这里 或者他们每周都去其他的教会 你才怎么样呢 什么也没有发生 你们知道 有些人成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中 他们知道圣经 但都只是在头脑中 没有什么用 这就是所谓的死的信心 这不是得胜的信心 看看老何所宣告的 因为耶和华 这里是用大写字母 还是小写字母呢 都是大写字母 对吗 在我看来 它看起来像小写字母 是的 每一次你在圣经中看到全部大写的字母 LORD 它指的是神的名 雅威 字面上就是雅威的意思 它是非常神圣的 所以他们不按字面翻译 而是用大写字母LORD 看看老何的供词 耶和华你们的神各位请读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很明显这一次不知怎的 哪何从心里不再是异教徒 他认识亚伟 认识以色列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这不是很奇妙吗 是不是 所有人中怎么只有他相信呢 你们明白恩典的含义吗 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 神的恩典会触及到你的心 如果你现在心里刚硬 如果你不愿意顺从 请听我说 如果你与神较劲 你就是在与神相中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看着我 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你跪下来 在神面前谦卑自己 谦卑自己 告诉神说 主啊我错了 我没有爱你的心 你能改变我的心吗 我保证 如果你真诚地祷告 神会改变你的心 明白吗 所以 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 它一直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宗教信仰 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信仰 我死的时候也是这个信仰 他们的思想是关闭的 有些人将信仰置于感觉之上 好的 我最好别再唱歌了 这不是我的恩赐 但你们知道很多人是依据感觉来做决定的 我感觉不喜欢 这会使我开心的 那这就是正确的事 你的感受必须服从自己 你的情感必须屈从于真相 然后感受随之而来 而不是我感受第一来决定什么是对的 对有些人说是公众舆论 你每个人都在做 今天令人非常难过的是 我们都被媒体社会知名人物所欺骗 你认为他们所相信的是正确的 因为每个人都在谈论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吗 诗篇119篇会让你惊讶的 大家请读这一节 你画的总纲是真实 所以我的信心建立在真理 神的话之上 你画的总纲是真实 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一旦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那他就是准确的 根据考古学 经内证据和境外证据 表明他是真实的 不管你信不信 明白吗 根据历史 以色列的历史 死海古券等 还有很多的证据 然后你为自己决定 现在我相信 他的信心是勇敢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真信心的证据是需要行动的 因此他愿意 各位请看 他是否冒生命危险 藏起探子呢 他是不是冒生命的危险 他这样做是不是勇敢的呢 为什么呢 真信心是勇敢的 勇敢的信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看来人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信 哇哦 彼得 这是一端嘛 基里喇合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 因行为称义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圣经没有这项矛盾 圣经现在向我们描述的是 什么是真信心和死信心 真信心会有行动 真信心不都是在童谣中的 这就是雅各书所讲的 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除了有很多人滥用信心 我相信我相信 你怎么知道自己相信呢 信心的证据是改变的生命 信心的证据是改变的行为 如果你没有改变 没有行动 圣经说你的信心 各位请读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所以圣经不是反对得救的信心 圣经只是在说要确保你的信心是真的 在这个大厅里 我们所有人包括在电视 在油管 在脸书上观看的所有的人 不管你在哪里 无论你在哪里 我希望你们检查一下自己的信心 第一 你的信心是不是以真理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呢 第二 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勇敢的 真信心是勇敢的 你们知道每次圣服神都是需要勇气的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你们做生意的人恰当的交税 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很多人害怕说我将来会怎么样 要有信心 老实说一定要有信心 当你那样行的时候 总是不容易的 我记得几年前CCF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和一个已婚男女 男人同居在一起 原因很简单 他是金主 你们听说过金主爸爸这个词吗 因为他是这样谋生的 但他认识了耶稣 知道这是错的 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记住 信心是勇敢的 当然也有恐惧 恐惧从未缺席 但你的勇敢胜过了恐惧 你们明白他的恐惧吗 谁会照顾我的孩子们 谁会照顾我 你相信吗 神祝福他 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公司 人力输出公司 然后他又成了一个安保机构 但如果他不为神放弃一切的话 他不会经历这些 你看当你绝望的时候 神给你盼望 那就是恩典出场的时候 你们有些人需要问问自己 我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 是真信心吗 以基督为中心 以真理为中心 是勇敢的吗 神在告诉你们有些人 开始一个新的小组 你应该开始一个新的小组 你应该开始服侍我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仍旧坐在你的椅子上 你知道吗 你在害怕 你害怕走出你的舒适区 服侍神总是需要勇气的 做神要让你做的事 你知道吗 你永远不会知道 神能在你生命中 借着你做什么 除非你迈出信心的步伐 阿们 好的 这是神在圣经中对你的应许 在诗篇中圣经告诉我们 各位请读 诗篇五十六篇三到四节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您必不惧怕 换句话说 我惧怕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时不时的感到害怕是正常的 每次你害怕的时候都是呼召你去祷告 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我会改变我的心态 我要依靠你 第三点 第三点讲得很快 为什么呢 第三点是关心他人 他的信心是如此的真实 他要关心他人 看看圣经告诉我们的 看看他得胜的信心 得胜的信心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 也要恩待我父家 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 和一切属他们的 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 他关心他的家人 你们是否意识到哪和是单身的呢 他没有丈夫 所以他说 你会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 和一切属他们的吗 他关心他人 关心其他人 你是否关心他人呢 这是还是不是呢 你会很惊讶使徒保罗表达关心的方式 表达为他人的关心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 留意你的生活 确保你尊荣神 第二 用你的口做建议 但从你的生命开始 然后用口来做建议 当你的生活像魔鬼一样 谈论耶稣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关心 你所爱的人 传福音给他们 你怎么传福音给他们呢 留意你的生活 留意你的生活 为他们祷告 将福音分享给他们 什么是得上的信心 非常简单 都是以字母C开始 以真理为中心 下一个C是什么 勇敢 有行为的真勇敢 第三 关心他人 最后持续不断 我不喜欢继续这个词 我喜欢持续 但你们记忆力向我养不好 所以用CCC 持续的信心 什么是持续的信心呢 不管你信不信 如果你读完整个故事 好的 我们快速的读一下 二人对他说 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 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他们就彼此立约 耶和阿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诚实 待你继续往下读 于是女人用绳子 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 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 她也住在城墙上 你们必须发挥一下下降力 很多学者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 耶利哥的城墙 有十五英尺宽 它是双城的城墙 所以他们住在城墙之间 他们说 你们且往山上去 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 等等等等下一节 我们来看下一节 这一点很重要 二人对他说 你要这样行 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珠红色的绳 系在追我们下去的窗上 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 和你父的全家 都聚集在你的家中 条件是什么呢 你要系这条珠红色的绳子 当你读圣经的表面意思 你不明白珠红色绳的含义 珠红色绳是一个象征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你看到耶稣的血 撒在全本的圣经中 为什么是红色的 为什么 它是个象征 就像是预言基督 将要为我们所做的 你要系上这条珠红色的绳子 为什么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他们这么说 我们继续往下读 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 他的罪 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如果你不在房子里 与我们就无干了 凡在你家里的 若有人下手害他 留他血的罪 就归到我们的头上 继续往下读 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 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记住 继续不断的信心 持续的信心 是顺服的信心 他听了 有人说 照你们的话 行吧 于是打发他们去了 各位请读 又把珠红色的绳 记在窗户上 看看救恩的条件 你把绳子记在窗户上 我们好知道你在何处 你所有的家人 都必须待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这是提醒我们什么吗 出埃及记 于月节 看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因为耶和华要寻行 击杀埃及人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 和左右的门框上 就必越过 越过那门 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 击杀你们 在埃及地 在从神的审判中 得拯救的唯一方法 就是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 你们一定要待在房子里面 这是非常清楚的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 和左右的门框上 就必越过那门 换句话说 神在说 当他看见耶稣的血涂抹在你的生命上 你就不会被审判或被定罪 我的救恩 建立在神 人借着耶稣的应许之上 这正是 喇合身上所发生的事 当以色列人攻击耶利哥虫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我给你们看看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亚却把基女喇合与他父家 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 他就住在以色列中 直到今日 其他人都死了 喇合 却存活了下来 现在你们要明白 从将来的审判中 存活的唯一途径 就是 你在耶稣的宝血里 耶稣是你的主和救主 你知道最奇妙的是什么吗 喇合在新约圣经中 出现了三次 第三次是 他成了耶稣的祖先 你们是否注意到这一点呢 看看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六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了要告诉你 告诉我 没有人是那么坏的 以至神的恩典 无法恢复 看看喇合 撒门从喇合市 生波阿斯 换句话说 撒门和喇合是波阿斯的父母 喇合与撒门结婚 生了一个儿子 名字叫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 生厄贝德 厄贝德生耶稣 耶稣生大卫王 换言之 喇合乌玫是其中一位先祖 她是耶稣的祖祖祖祖奶奶 你可曾问过自己 为什么神选择一个妓女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奇妙的事 是神的恩典 你们所有人都能被神所用 没有人坏到没有希望 只要你愿意谦卑自己 愿意改变 你们愿意为新开始而改变吗 我们来低头祷告 当你低头的时候 如果神对你说话 你愿意改变像哪何一样 你愿意将信心从其他的神 从自己转移而相信耶稣 我就要为你祷告 请举手好吗 赞美神 今天可以成为你的新开始 举高一点 对那些举手的人 我想你们和我们一起做这个祷告好吗 主耶稣 我意识到我信错了对象 我意识到你是救主 我意识到不管我的过去如何 我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耶稣今天我信靠你 主耶稣今天我邀请你做我的主和我的救主 我将我的过去交给你 我将我的失败交给你 今天是我重新开始的一天 帮助我与你同行 帮助我跟随你 从今天提主 我愿我的信心是真实的 以真理为中心 愿我的信心有见证 是勇敢的 帮助我去关心他人 帮助我将信心传给下一代 主啊 我祷告 愿我的孩子们 有同样的信心 我孩子们的孩子们也有同样的信心 这样我的信心就是持续的 是继续不断的 只有靠着恩典才能成就 所以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 来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